当机器运送到贵公司以后 首先检查打开包装打开包装以后 看一下机器的是否完随是否完好 然后在运输过程是否有磕碰 假如有磕碰 立马就说与我们联系一下 假如机器是完好的 首先要保证气管必须是内径的大于6毫米的 呃气压必须在气压必须在6到8个之间 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机器的部件和机器的使用 这是调节热熔时间的 顺针是增加热熔时间逆时是减少热熔时间 这个小旋钮是这个小旋钮是调节拉紧力度的 这这部分是那个收紧器啊 这其收带都用的 这部分是一个那个定动器 这部分是一个溶解器 是调节那个就是热熔热熔的热熔时间 就通过这旋钮来调节 他他的这种时间的这个马达转术 这这个旋钮是调节 这个旋钮是要收带的 这个是啊热熔和切带 下面我来做一个示范给大家看一下 穿着过程中带着带头长的说挺没有减断 以那个打包带说咱那个圈上在那个打包的馋的情况下在上面 这个短的带头一定要在下面 下面这个带头被这个把这个收紧器啊抬起来便于穿带 然后这带子呀带头长的就是带头长的带着一定要在这个带子上面然后这个短的在下面 这就是收紧的我现在一期他马上会收紧的 这收紧就是这个收紧收紧收紧条按钮 因为我现在用带是16的因为我们机器啊这个带潮是19带子所以他显得有点偏假如用19带子他不会穿这种情况的 现在你可以这个收紧度我可以给你大家的那个物体来调节啊来收紧 然后现在达到大家要求的力度以后啊就可以啊按一下热容时间 按一下热容就可以了他会立断切带和他会牵切断带子然后进行热容 先冷却一下让带着热容有一个冷却时间 大概是三十秒到一分钟左右 然后带着如果中边还好 其实啊把这个收紧器啊把收紧一抬然后带他回地方抬出来的 换回一抬就可以了 那一个机器啊打发过程就已经公布了完成